在大陆呢 辽宁有这么一个贪吃小偷 他太喜欢吃麻辣压脖子了 每隔十天半个月呢 就前进店里偷来吃 被抓到之后最觉得是他不断跟检察强调 真的很好吃 自己不是转慢 而是真的吃掉了 这个穿着拘留服的男子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是因为杀人抢劫 而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去乳味店偷麻辣压脖子吃 两次我还没理解 也没怎么着 如果一店老板面对偷吃贼不堪其扰 每一次都把门把给敲坏 店主一次次加强门锁强化到门把都坏了 小偷还是要来 而且不偷钱 真的只偷压脖子 最终这个偷吃贼被店主给逮个正着 虽然压脖子不贵 但累积七次的偷窃数量次数 已经达到大陆的刑事犯罪标准 被刑事拘留中 记者综合报道